纽约初选希拉蕊川普大胜 两人有望对决 希拉蕊第一次挑战喝珍奶 为的就是拉拢前天 在纽约州举行的党内初选 但是有人还在耍宝 虽然川普把911讲成711 但是他土生土长在纽约市皇后区 CNN估计共和党纽约州 95张党代表票 川普至少拿下89票 对手俄亥俄州长凯西克3票 参议院克鲁兹可能更低 共和党初选参选人 要拿到1237张党代表票 才能在7月党代表大会获得提名 川普已经获得了847张票 我爱这个女人 女人为川普 女人为川普 再来看看民主党 有了珍奶加持的希拉蕊 在纽约拿到了139票 凝固对手桑德斯108票 而且希拉蕊已经拿下1930张党代表票 比桑德斯的1223票高了太多 现在登登登登 局势越来越明显 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 很可能就是两位纽约客 希拉蕊对川普啦 动新闻开始下注报道 着 Quan 谢谢观看